其实想和弟兄姐妹分享我见到的异象 希望帮到大家 因为耶稣或天父或圣灵 其实真的会随时随地和我们聊天 当我们是专注在神那里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被一大堆困难去捆越自己 觉得面前的困难很难面对 有些事有些人很困扰 其实就好像很难和耶稣接触到 会不会 我说了一点见证 13年的8月份 我是得主神即医治的 然后我在一个祭坛认识叶牧师的9月 我认识叶牧师之后 我常常去叶牧师这个聚会 我常常都在叶牧师的聚会 看到很多的异象 有一次 有一次 叶牧师就弹琴 我看到耶稣在琴的右边 我就在叶牧师 我说 耶稣 你在叶牧师旁边做什么 耶稣就说 我欣高他 因为我感觉到叶牧师弹琴的欣高 他一弹琴 那我就圣灵充满得很厉害 而且叶牧师的爱因高是很大的 那我就享受 接着我就在叶牧师 我说 耶稣 我爱你 好像拍那些鱼鱼铲片 我就看到耶稣 就在我身边 因为那里要坐地下 或者跪在地下 耶稣是半室跪在我旁边 接着拿了两枚玫瑰花 一枚是白色 一枚是红色 接着 那个框是有一个很漂亮的戒指 那耶稣是陷情默默地看着我 那时候我是很感动 原来耶稣是 整天在等着我们去回应他 即是如果我们这样求耶稣的时候 耶稣是可以这样 立即来回应我们 那其实 花是代表什么呢 因为我在叶牧师的聚会 整天都见到玫瑰花 那我就问主 原来不同颜色 是代表不同的爱 那我就问主 这两枚玫瑰花代表什么 白色是代表主耶稣 圣洁无限的爱 红色是代表主耶稣 那个火热的爱 那我当其时 我的心是很乱 还有觉得主耶稣的爱 还有 当我去躺开 再躺开的时候 神的爱是更大的充满 有一次我断了脚指尾 我坐到最后 在那个聚会 那天的爱 也是在叶牧师的聚会 耶稣的爱是大到我享受在当中 因为我生命很苦的 我几十年在一些很大的挣扎里面 神是不断地去帮我 徒做我 我一直走到现在 那天很大的爱 爱到 感觉到神的爱 舒服到 你觉得世界上什么都不重要 但最主要是 我觉得自己 或者弟兄姊妹 你肯不肯给耶稣去帮你 很多时候都不行 我以前都感觉不到 很多年都感觉不到耶稣的爱 我信了主已经31年了 我说主 怎样人家说你的爱 我经常都感觉不到 就算我几年前思念牧师 我感觉不到 我真的感觉不到 是有时候去 有些聚会 一两个 那个牧者的爱的因果很大 我才感觉到的那么多 我经常在家里祷告 07、08年已经开始学等候神 我可以每天在家 三、四个小时 一直等候神 等姐妹教的方法 很多人都试过了 为什么都不行 我发觉自己把眼目定睁在自己的困难太多 就算我怎样读圣经 我怎样等候神 我怎样去方言祈祷 好像都不行 用了很多方法 用了很多方法 都不行 但其实耶稣就是这样 其实祂是24小时 去准备帮助我们 但我们要相信 其实很多时候 我后来回顾 就是自己对神不够信任 圣经说了很多的话 我觉得自己读得不够透切 以及以前读经读得太少 就算读经的时候 可能弟兄姐妹也有 就是脑里面 都是想着那个困难 或者想着那个人 或者想着那样痛苦 那其实圣经的说话 是进不了 做不到的时候 怎样呢 唯有一样东西 就是主我真的做不到 我很想感受到你的爱 我做不到神 求神你帮我 主我信心不够 求神你帮我 总之你觉得自己做不到的事 神啊你帮我 圣经都有教的 很多东西都是有教的 你信心不够可以求 各样都可以求 按着圣经的说话 什么都可以求 但是第一样东西 我觉得就是 主耶稣爱我们 爱过我们的地步 就是 其实天天 神都是看着我们受苦 但是耶稣 他的心很痛 有时我一直在神面前哭的时候 我感觉到耶稣 其实他比我的伤心更加伤心 他不想我这样 好像有一次我祈祷 我跟神说 神就说 我想你开开心心 过每一天的日子 就可以了 我曾经有一段时间 病到我一天要睡 12至14个小时 整天都在床上 我就跟神说 我觉得自己像废人 什么都做不到 虽然我不受医生 我一点都不开心 很多人都觉得 不用上班很棒 我已经十九年 没有正式上班 但我一点都不开心 兼职工作 我经常都想上班 我经常都想自己 似一个正常人 于是有一次耶稣跟我说 什么才叫正常 吃喝玩乐才是正常 结婚 生孩子 跟着有份好的职业 找到钱才是正常 我一直反省自己 我觉得我现在的生活才是最正常 为什么呢 每天亲近神 我每天方言讨告 读圣经 我感觉到神的爱很大 有一次 我敬拜 在自己的房子敬拜完 我看到自己有两团烟魂围着我 然后我就安静 我感觉到神的爱很大 虽然每天都感觉到这么大 有时甚至感觉不到 但是不要紧 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 我们要感觉到才是真的 其实不是 圣经的说话就是真的 我们不要再落入被魔鬼欺骗的地步 就是有一次我写的 2013年6月 那时候我还没有得到神迹医治 我早上半梦半醒的时候 圣灵跟我说了一句说话 你现在眼见的东西不是真的 要我用灵眼去看 灵眼你看的东西才是真的 换句话说 其实熟灵的世界 是掌管着眼看到的世界 如果不是的话 为什么我们基督祈祷会有限 我们宣告会有限 当然我们要按着圣经 那个真理去祈祷 但是 为什么有时神要延迟了 为什么要期了这么多年都未得呢 就是因为神很爱我们 爱我们要到一个地步 因为祂很想徒造你成为一个合用的器皿 但是我们里面有很多的东西要被神医治 要被神去徒造 所以有些东西未得 但是不要放弃 什么都可以求 可以求耶稣 可以求耶稣 耶稣一定帮我 一定帮我 其实我现在出街都很困难 后来我得住这事之后 我再严重冻了很多次 其实我现在的身体 我已经搞了两年半 都未得 但是呢 我现在身体受限制 但是我的灵和魂越来越清 我两年半之前冻了 那个状态是 完全出不了街 我站不到肚子 读不到经 敬拜不到 那个状态是辛苦到不得了 那时候辛苦到我觉得 不如我求主快点 快点回天家就算了 但是这两年半 一直带我 带到我一个 现在的生命 就是我觉得这样才是正常的状态 因为跟神近了很多 而且神一直一直去医治释放 医治释放我 我觉得在这里鼓励 弟兄姊妹 其实神是又真又活 还有不要放弃 还有眼前的东西 其实是世界上的东西 我们用祈祷 有很多东西都可以改变 但是神先先将我们去改变先 其实我现在困难都是一样 没有变过 但是我心里面变了 就是因为唯有耶稣 耶稣是我喜乐 世界上一切的东西 都不能让我觉得很开心 如果我们与一个人 那个人才会令你开心 那个人会成为你的核子 如果你很紧张子女 如果子女不听话 或者不是实现到理想 期望她 你不开心 你的子女会成为你的核子 如果你的父母 在你小时候得罪你 或者教养不好 或者什么的理由 令到你的成长不开心 如果继续不开心的话 你的父母都会成为你的核子 如果世上任何人事物 都影响到你的话 其实这个都是核子 唯有耶稣可以医治我们里面 当神医治你里面的时候 你会把世界上的东西 一切都会放得底 不会是问题 还有 我说了一个异常 我很喜欢在祭坛那里跳舞 我经常跟主说 主你和我一起跳 我有时在跳的时候 我会看到耶稣 在着着的白袍站在那里 我就会邀请耶稣 耶稣你和我一起跳 然后耶稣就说 不要 我看着你跳 我很喜欢你跳舞 敬拜我 但有一次 二目书的聚会 我就看到耶稣在前面 拿了一个花篮 里面有一枝枝玫瑰花 然后呢 他又很轻松地在跳舞 我说主 你很喜欢跳舞吗 他说是呀 其实我是很喜欢跳舞 我在天堂时是开派对的 其实呢 原来 就是在 其实我还有一个异常 天堂异常 我翌日再有机会跟大家说 然后呢 他在那里派花 因为一个个位 每个都坐在那里 我看到他在那里派花 然后完了之后 我就问耶稣 我说见到异常 不知道有没有说 耶稣说你说 我就说 姐妹 你们今天个个都有发愁 然后个个很开心 我说我看到耶稣 一个一个派花给你 因为玫瑰花代表耶稣基督的爱 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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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